迈入第八年的台湾国际冲浪公开赛 26号起将在金尊渔港展开14天的赛事 而今年除了是世界冲浪场板总冠军赛的比赛场地之外 更提高了赛事的等级举办世界青少年冲浪总冠军赛 欢迎大家一起来到金尊为选手们加油打气 2018台湾国际冲浪公开赛 将在26号登场 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冲浪好手将聚集金尊渔港竞技 随着冲浪成为全球旅游发展的运动项目 在2020年的东京奥运也新增冲浪项目 台东金尊渔港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 成为台东冲浪的胜地 今年主办单位除了继续办理世界冲浪场板总冠军赛 也新增赛事等级更高的世界青少年冲浪总冠军赛 民众将可观赏到最高水准的国际冲浪赛事 活动期间主办单位提供四驱往返的接驳车 还有相关的套装行程 台东县政府欢迎大家一起来台东 为选手们加油 记得潘君来台东中的报导